大批警力道場 將一名男子壓制在地 另一名紅衣男子情緒激動 不斷破口大罵 他就一直蹲在後面 不知道為什麼 認識嗎 認識 原來這名紅衣男子 遭人糾重圍毆 警方接獲民眾通報 立刻出動快打部隊道場 偶然男子健壯 將手中物品丟到地上 警方當場逮捕八名涉案人員 並在他們車上 找到樹根鋁棒 這起事件發生在凌晨一點多 當時遭人圍毆的男子 疑似在台中北屯 與人發生行車糾紛 對方心聲不滿 因此找人飛車追趕 在進化北路 永新街口把人攔下 雙方在路邊進行談判 想不到一言不合 大批男子持棍棒毆打紅衣男子 男子頭破血流大聲呼救 這個該名受傷男子 及叫在附近一群男子 要過來幫他 警方接獲通報 離殼道場壓制鬥歐 控制現場 並協助傷者送醫 方名男子交中歐人 將移送法辦 但詳細的衝突原因 還有帶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公寓得台中報導